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于理想汽车智能云的一个高级研发工程师 在理想汽车内部主要负责服务治理 以及服务可观测性平台的一个建设工作 然后也是一个女员生爱好者 然后首先我就会进入一个正式的分享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服务在国内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情况 那么下面这张图呢是InfoQL 在2021年对国内开发者的一份调研 然后通过这张调研 其实我们发现一些东西 就是说在国内的后端语言 是使用Java去构建这个核心的这个业务的一个使用量是非常高的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说随着云原生以及K8S技术的一个深入落地 那么在后端也有非常多的一个应用 去使用这个构源以及这个Python 对去构建这个后端语言 那么在国内我相信大家在使用这个Java去做这个业务和一些其他开发的时候 那么选择的服务治理框架其实大部分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Spring Cloud 一个就是Double 那么对于Go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会使用这个JRPC相对多一点 但是JRPC的服务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比较薄弱的 它更重要的点在于提供一个通信层的一个协议的一个标准 但是像注册服务的注册与发现 以及服务的一个负载均衡 这些它并没有在这个提供一个开箱机用的能力 不是像Double和Spring Cloud那样提供一个开箱机用的能力 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 那么随着我们公司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就是团队越来越多以及公司架构的一个多元化发展 就是不同的团队它也不一定也是不会去使用相同的一个语言的技术站 那么一定会采用这个多元的技术站 那么我们在企业内部就会面临着一个语言的一个服务治理的一个问题 对 那么从上面这张图呢 其实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我们 非常多的核心业务是用JR去构建的 那么异构体系服务的治理支持的就比较薄弱 那么如何对这两种服务体系去进行一个打通 呈淀我们的技术实力 以及更好的支撑我们的业务发展 就是现在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 那么针对于上面这种问题呢 其实目前业界的话 就是其中有两种解决方式 一种呢 就是使用Source Mesh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使用传统的一个服务治理的方案 也就是说SDK 那么针对这两种方案 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哪个呢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Mesh 我们在企业内部 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Mesh 去帮我们做这种异构体系的一个服务治理 因为现在这个服务网格技术 是非常火热的一个技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服务网格 在使用的时候 无非就是选用这个ISO或者Link 那么Link的是一个服务网格的一个发起者 对 然后ISO实际上是一个后起之秀 但是它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标准 另外的话还有这个就是腾讯开源的这个Ariki Ariki主要是做这个私有协议 对这个私有协议的一个支持以及扩展 像Link的和ISO它大部分都是构建于这个就是HTTP协议这个体系之上的 那么首先说 ServiceMesh它提供的核心能力是有哪些呢 那就是流量管理 以及语言无关性 然后另外它是通过SedCart去注入SedCart进入竞争外之力 然后提供这个全局可观测性能力 那么使用这个Mesh的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要应用在云上 就是上了K8S 如果没有在这个云上 然后它对这个就是在虚拟机或者裸金属的一个部署 其实支持能力是相对有限的 另外的话使用SedCart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它提供了一些标准化的一个服务治理规则 就是这个SedCart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服务治理规则 比如说像它的DR然后Vitual Service这些东西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它可以管理这个K8S的多级群 然后提供这个一个证书管理的功能 然后就是构建这个零星人网络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好处 对 那么它带来对企业带来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运维是比较大 因为基础设施进一步下沉之后 我们需要更专业的人员去对这个ISO进行一个运维 那么到了最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个ISO提供的一个能力 它并非是面向于业务的 而是说去面向一个运维 更像是面对一个运维人员的一些SRE的一些 这个提供的一个能力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是在企业中真正的落地 是需要去开发这个INVOT 那么INVOT是使用C++开发的 那么我们是否能有足够的能力去 对它做一个二次开发 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评估的 对 然后它的一些服务制的规则 也并不是直接面向于开发人员的 对 所以说它这个应用性上 是在目前阶段也比较差 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它是因为通过这种SED卡注入 使用这个IPTables去管理这个 做这个透明的一个流量结尺 那么这个在性能上也是有一定的损耗 那么前面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像Mesh 我们会发现它提供的协议促 协议支持呢 大部分都是HTP的一个协议 包括GRVC 它也是构建在这个HTP2之上的一个能力 对于像Double啊 或者企业内部的一些Seal协议的支持是 就比较比较差了 如果我们之前用了Double的话 那么这个协议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引入这个 额外的引入这个腾讯开源的这个Ariki 去做这个治理 那么对于比如说 像对于另外一个 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对这个应用 尤其是J2应用 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完全不侵入的一个治理的工作 因为使用了Spring Clued和Double的话 它本身提供了一些服务治理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通过Double 或者Spring Clued 配置的这种负载均衡错略 以及超时时间 那么和这个Eastle的Invo代理的 这个超时时间和负载均衡 它就会有一定的冲突 可能会 假如说有一些配置不当的这种情况 发生的话 会造成这种重视风暴的这种风险 另外的话 就是通过Mesh去构建这个服务治理平台的话 它的一个构建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 投入的一个ROI来说 对于这个中小企业来说 它是就比较低的 因为建设周期比较长 对于我们业务起步阶段 以及一个中小企业这种语言战比较单一 或者说只有两种 一两种语言战的话 它的价值在当前阶段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对 另外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即使我们使用了 就是Mesh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使用这个SDK 我们还是需要去维护这个SDK 因为在治理的模式上来说 Mesh属于是进程外治理 那么对于这种进程内的一个服务治理 它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比如说我们需要做这种全线路灰度 去做这种引子库引子表 然后去解析这种Secure 让它去根据这个流量的标签 去路由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库表里面去的话 那么这个需要在进程内部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配置 另外的话一些服务的Moke和测试的工作 这个它也是没有办法去帮我们完成的 对于Trace和Metric的买点 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在这个SDK去做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国内的一些落地的场景来看的话 大部分的人目前即使我们使用了K8S 也会使用于类似于Narcos和这个就是ZK和Console的这种注册中心 那么如何把这个外部注册的一些服务和Mesh这个管理的服务去做导通 那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点 我们需要基于这个MCPOX.S这个功能去做一些二次开发的工作 它的工作量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采用DoubleGo呢 那么什么时候使用这个DoubleGo会为我们带来一些明显的收益呢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在企业内部已经落地了这种Double 然后又想要对这个有这个DoubleGo语言和J2语言互通的这种需求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采用DoubleGo是非常合适的 为什么因为Double和DoubleGo是完全互通的他们的协议 那么DoubleGo是完全兼容Double生态 我们可以通过DoubleGo去快速的构建这种平台级的一个服务治理能力 那么DoubleGo也是提供了一个开箱即用的一个服务治理能力和观测性能力 那么相对于Mesh来说 DoubleGo的学习成本就会比较低 尤其是对于原来使用过Double的一个同学 他们的配置规则和这些概念都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这种服务治理的规则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这一块学习成本就会降低非常非常多 而且我们也可以使用DoubleGo之后 如果你之前已经基于Double构建了这种服务治理平台 那么我们采用DoubleGo之后 可以完全对决之前的一个服务治理平台 就可以让大家快速的一个构建起一个企业级的一个服务治理平台的一个能力 OK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DoubleGo里边的一些服务治理的一个关键的技术 那么从上面这张图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服务治理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关键手段 其实就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通过Agent这种服务治理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像Java他支持这种JavaAgent 对我们可以通过Agent做这种无清楚的一个服务治理工作 它是一个进程内的一个服务治理 那么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个Purpose Less和一个Set Card的一个模式 其实就是这三种技术手段 那么从功能上来说的话 其实也主要分为三大块 一个我觉得就是服务管理 一个就是流量管理 另外一个就是可观测性的一个治理 那么服务管理 比如说我们向服务的Moke和测试 然后向注册中心的一个摘流 以及运行时的一个健康检查 以及全连路灰度这些功能 那么流量管理的话 就是说熔断线流 以及这个负载均衡啊 这些功能 那么可观测性的话 就是我们要对这个服务的一个trace和metric 以及login 以及pulling fare 这三个部分去做一些工作 以帮助用户去更好的排查问题 缩短我们在线上的这个mttr 这些故障时间等 那么就是说这个服务管理 比如当我们采用doublego之后 这个部署架构实际上是和double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都是需要一个三大中心 一个配置中心 一个注册中心 还有一个原数据中心 这个原数据 doublego也支持导出原数据 和double一样 他们都是完全兼容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doublego的命 去展示这些原数据 比如说像这个方法的名字 以及方法的这个参数的结构体 然后我们还预留了一些接口 让大家去对接外部的一个cmdb 比如说去拉取数据 做这种负载运行的一个策略 展示我们具体是在哪个可用区 或者是哪个机房 对这些东西在 如果大家没有一个二次开发的话 是就是可以使用这个doublego的命 去做这种服务管理 就可以了 OK 那么再说一下这个doublego是如何提供这个优压启动的这个功能的 首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应用在一个启动的一个流程 其实就是启动这个外部容器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比如说double容器 然后对服务进行预热 然后去订阅和注册我们的一个服务 然后会对这个kms的一个探针的检查 以及流量的一个小流量的一个预热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正常运行的一个阶段 那么对应到doublego的一个每一个阶段来说 其实就是配置的一个加载 以及这个double容器的一个启动 然后就是这个引入这个上游的一个依赖服务 然后就是注册服务 导出自己的服务 最后就是这个kms的一个健康检查 对 然后小流量的一个预热 那么在引入服务的时候 我们提供了和double一样的一个启动式检查的一个工作 它是基于一个fatafile的一个原理 我们可以快速的检查我们上游依赖的一个服务是否是正常的 如果不正常的话 我们可以即时的就是终止我们应用程序的一个启动 避免就是说在发布的过程中 由于上游依赖服务的一个问题 导致业务流量进入 从而触发这个错误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 然后在服务暴露的一个能力上 我们提供了延迟注册和自定义触发两种模式 我们延迟注册的话可以 大家可以根据一个经验值去配置 那么自定义触发的话就是提供了 在程序中提供一些hook 让用户自己去编排我们服务暴露的一个时机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引入这个上游依赖服务的一个之后 以及我们可能会需要对这个MyServer和Redis的一个连接进行这个预热 才对外提供服务的一个暴露 那么对于这个健康检查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是提供了对大暴容器的一个健康检查的一个功能 那么相对于这一块的话来说 目前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开箱即用的一个有压启用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未来的话 我们会提供更多的一些可观测性方面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就是这个webcontainer启用的时间 以及大暴容器启用时间的一个指标的一个露出 以及服务暴露的时间点的一个露出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服务预热了多长时间的一个指标 去帮助大家更好地观测我们的应用 以及进行这个调优 接下来说一下这个优雅挺机的一个内容 优雅挺机其实就是两个方面 一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在图流量正确处理完成 另外一个就是保证这个新的流量不再被调度到一个以下限的势力 那么怎样去保证流量再图的再图流量的一个正确处理呢 在在WGO中我们其实通过这种filter机制去保证的 首先我们会在这个请求上游服务的时候增加一个技术 然后这个请求回来的时候我们去减少一个技术 那么只有当我们这个请所有的请求完成之后 这个技术器它会归零 然后我们在下限的时候会去检查这个技术器 它有没有就这个是否是零的一个状态 如果不是零的状态那么可就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才能去结束我们的这个应用 那么在下限的过程中我们会立即执行向注册中心执行这个反送撤 然后摘除这个流量保证这个在图的流量不被这个调度到一个新的实力上来 那么这个俄亚停机这一块呢其实从我的一个落地经验上来看的话 其实不同的注册中心的差别也是很大的 这个就是反注册的一个时间跟这个不同的注册中心有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像支持push模式的这个注册中心 它客户端感知这个服务下限的速度就会非常快 如果不支持这个push模式的话 那它感知的时间就会相对来说就会很慢 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 客户端感知这个就是注册中心反注册的一个 一个摘除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K8S的一个pre-stop的一个接口去 执行这个下限操作 然后让我们应用的程序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关闭 以保证我们的流量是正确处理完成的 OK 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DoubleGo的一个可观测性的一个最佳时间 那么DoubleGo默认为大家提供了四种 啊这个黄金指标的一个 观测的一个能力啊 就是QPS以及延迟错误率还有饱和度的这个这个功能 啊那么 DoubleGo也是支持使用Push模式数据进行这个metric的上报 以及Pull模式两种方式啊 通过这个 因为 可能不同的企业它这个基础设施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Pull模式和Pull模式两种 方式暴露指标 是都进行了支持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Pull模式去做这个数据的一个封片 也可以依赖于普罗米欧斯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封片的能力 去做这个构建这个高可用的一个 监控系统 那么在 那么 其实我们在这个实践观察中也发现 嗯 普罗米欧斯的Pull模式的性能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的 尤其是在处理这个大规模指标的一个情况下 另外它已经 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再更新它的代码 那么在这一块我们在后续随着 opentime entry的一个反善的一个功的一个能力 我们会基于otlp去把这些指标上传到这个opentime entry的一个connector上去 那就是基于这个otlp去暴露这个协议 因为它本身是通过grpc以及使用这个pb的一个方式去上传数据的 它的这个性能会更好一些 那么在这个延迟这一块的话 doublego也是使用了这个直方图的这个数据结构 而不是使用这个summary这个分位数这个数据结构 因为直方图它是通过划分预先若干的桶去保存这个记录值 直方图就是histogram 它不会保存数据采样点的值 而是每个bucket的值保存这个落在具体样本的一个个数 那么在辅务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histogram 通过这个histogram quotify这个函数 来计算这个分位数 所以说它比较适合高并发的一个场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过载保护的一个最佳实践 那么doublego通过这个summarygo和histogram 提供这个过载保护的能力 那么过载保护其实非常重要的两个能力 一个是规则的一个动态配置 以及它的一个可观测性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作 对 然后下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过载保护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安全 就是说它属于一个事后的控制 就是在我们故障发生之后 才会启动的一种保护机制 以避免我们的系统发生血温 也产生连击故障 其实对一个系统来说更加重要的实际上是主动的安全 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熔断器和线流去进行实施的监控 从而对我们的系统进行调优 那么下面这一部分是Netflix给出的一个最佳实践 就是我们如何去根据这个熔断器以及线流器 去对我们的系统进行调优 其实这一块的话我们更需要是为这个熔断器和线流器 提供一个可观测性的能力 而结合我们的metrics和trace这些 功能 帮助用号更好的一个 帮助业务应用 更好的 更好的保住服务业务应用的一个弹性 以及 避免 这个系统被压垮的一个 能力 对 它是 OK 那么下面我们就再来聊一下WGO未来的一个规划 那么WGO目前在做的工作就是构建这个柔性服务 柔性服务其实就是说 只在提供一个云原声下面的一个响应式的一个系统 我们需要我们的系统具备以下的特质 就是说有更好的弹性 因为在这个原因上我们的故障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我们需要 呃这个 隔离故障资源以及自动摘除故障的一个能力 然后在大规模的一个服务这里的场景下 像这种原来这种手工配置这个权重的一个功能 其实就 嗯 非常的不方便了 另外由于这些素主机的性能的不均衡 那么可能会影响这个服务实力的一个性能 以及它的一个 呃处理 故障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提供这个发测费的能力 以及这个自动的容量评估和这个回压的能力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主要是在这个 复载均衡算法上做了一些探探索和一些工作 目前主要的是用了这个P2C算法和EWMA的这种指数加弦平均算法去构建这个 复载均衡用算法 对 EWMA这个指数加弦平均算法 它 相对于这个啊 平均 平均值的一个计算 它能更快的感应感应到这个系统延迟的一个波动和一个谋次啊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在Purpose Less Mesh上的一个探索一个工作 那么随着Mesh技术的一个发展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在未来这个Mesh一定是这个服务之理技术的一个未来趋势啊 但是Mesh它也有一些呃这个这个问题 第一就是说它这个呃性性能上 因为是通过这种SATA card注入的方式啊 通过这种IPTables去做这种透明的一个流量劫持的一个工作 它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响应的一个延迟 那么其实每一个呃 Pode增加0.1毫秒 那么在我们微服务这种链路非常长的一个场景下 这个整体上增加的延迟也是非常可观的 对于那些对延迟非常敏感的业务 比如说这些推荐呀 啊以及搜索这些功能 它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 另外就是说 在我们无法去部署这个这个SATA card的一个 呃 环境中去构建这种服务网格 的一个一个一个能力啊 另外就是说 呃 XDS协议以及 ServiceMesh提供了非常多的 这个标准的一个服务治理规则 那么Mesh它最大的一个 优势可能就在于这个 提供这种标准的服务治理规则 那么统一这个我们在企业建设这个 呃 多元这种服务治理的平台的一个 呃成本 上是有比较大的优势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这种兼容这种XDS 协议的一个工作 对 然后另外就是 这种PROPEC LESS可以降低这个Mesh对资源的利用 啊 嗯 也就是说我们会可 会在Double内部去直接对决这个Mesh的这种Ctrl Double内 然后通过XDS协议去下发这种 呃就是 标准的一个Mesh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服务治理规则 啊 以达到对Double的这种啊 负载均衡以及超时时间 呃做这种 服务治理的一个能力 好的 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还有一个 课题 ク配 课题 所以 课题 我们常常请 która 课题 课题 课题